大家好,我們再來收看的是暗黑局台 今天要為您介紹的是 Plus League 上半季最令人驚奇的三位球員 去年底眾所期待的台灣紫蘭新聯盟 Plus League 熱鬧開打 四對陣容攤開來看可說是星光一一 最令人期待的黃金世代 也幾乎全數反台投入Plus League 的懷抱 讓比賽未打顯轟動 然而開打至今也完成了大約一半的賽程 目前的戰績毫無意外是由戰力完整的 富邦勇士隊以10勝3敗穩居第一 桃園女行員以7勝5敗占居第二 台積夢翔家以5勝7敗勝率42位居第三名 再來則是由全新創立的球隊新竹街口工程師 以3勝10敗勝率23%屈居如主的位置 那截至目前為止有哪些球員的表現超乎你的期待呢 又有哪些球員的成績令你失望呢 那在這集的節目我就特別選出了3位球員 我認為他們在今年的上半球季中 有讓我大開眼界 那在開始之前請先別忘了訂閱我們頻道 以及開啟小鈴鐺打開全部的通知喔 那我們就開始吧 第一位是曾祥君 曾祥君從默默無名的儀祖球員到成為國手 他在大學時期的成長是所有籃球迷有目共睹的 但是在好守雲集的富邦勇士隊 在禁區裡面已經有多年中華隊第一中鋒的曾文底這位大學長卡位 再加上洋將 我在開季之前其實並不看好曾祥君 他能夠在富邦能夠獲得足夠的上場時間 不過他目前獲得了21分鐘的平均上場時間 平均得分可以來到6.5分 籃板6.6個 雖然這數據並不是特別的出色 但值得一提的是 每場比賽他可以刪1.2個火鍋喔 現在也是主攻排行榜的第4名 也是目前本土球員中的主攻王 曾祥君在禁區的防守威脅性絕對是不可否認的 現在曾祥君又在徐靖哲總教練的指導之下持續成長 大家可要知道徐靖哲可是培養出像曾文鼎、吳戴豪這樣長年支撐國家隊的中鋒 徐總他自己在受訪時也曾經說過 希望能夠將曾祥君培養成國家隊下一個主力中鋒 現在的曾祥君或許還有很多成長進步的空間 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 憑藉著他出色的運動能力以及領悟力 成為國家隊不可或缺的中鋒人選絕對是殖利可待 李德威在SBL其實打滾了非常多年 一直沒有找到屬於自己的定位 也都沒有獲得穩定的上場時間 在育龍隊的10年中 由於育龍一直找來的羊將都是屬於大個子的純無號型羊將 自然壓縮了很多李德威的上場空間 李德威在別的節目中也坦言 自己實在是太懶惰了 自從兒子出生讓他體會到 他不能繼續在這樣待在舒適圈內 應該要更為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事業更加的負責 而當時在育龍隊的他作為洋將的替補人選 自然而然沒有多少人對他的表現有所期待 後來夢想家找上他 李德威也毅然決然的離開育龍的舒適圈 大家要知道 育龍球團給予球員的福利以及待遇都是相當不錯的 很少球員會主動想要從育龍這個球隊離開的 在來到夢想家之後 29歲的他已經是夢想家正中年紀第三大的 李德威也從在育龍隊被保護的小學弟 晉升成要適時提點大家的學長了 來到夢想家後 也開發了李德威的投射能力 到目前為止 李德威的三分球命中率高達4成 以三分球命中率來說 排名全聯盟第二名 雖然每場比賽的出手次數平均3次並不算太多 但只要有空間 李德威還是會用他的三分球來給對手下馬位 很多人也很好奇 李德威的外線投射能力是什麼時候練出來的 他自己是表示外設投射能力其實在育龍時期就練出來了 只是當時沒有機會可以發揮 直到到了夢想家 從教練Julius的球風是希望若是在外圍有空檔就多投 讓他可以有更多的出手空間 自己也在出手次數增加之後提升了信心 擁有台灣魔獸這樣響亮名號的李德威 終於在夢想家的教練團的鼓勵以及自身心態的轉變之下 慢慢成為能夠獨當一面的內線球員 開季至今李德威獲選過三次的單州最佳球員 或許在新生代的球迷眼中 他並不算是太出色的明星球員 但是看到李德威的轉變 對我來說 確實會更期盼正直當打之年 新太極球技都更加成熟的李德威 能扛下中華隊的內線招牌 幫助台灣能夠在國際籃球上發光發熱 在高中時期就有200公分的身高 傲視尋雄的李佳瑞 率領當年的基隆三宮獲得HBL高中籃球甲級聯賽的季軍 高中畢業之後直接投入HBL的選秀 以當年的選秀榜眼之姿 進入了金門9場籃球隊開啟他的職業生涯 或許是當時技術還不夠純熟的他 在HBL並沒有得到太多的發揮空間 前三年累積下來總共也只打了38場 出賽時間也不多 也因此讓李佳瑞一度萌生了離開籃球圈的念頭 決定在新秀合約走完之後就離隊 離開球場一年李佳瑞回到金門 他說在離開球場的那一年確實是沒有在關心SBL 他認為從他離開之後 一切好像都跟他沒有關係了 但是金九還是對李佳瑞抱著期待 畢竟擁有這麼好的身材以及天賦 李佳瑞也在自我沉澱了一年之後 決定再給自己一次機會 去年4月SBL的球季結束之後 他在SBL總共6年的時間 李佳瑞的表現起起伏伏 又讓他產生了離開籃球圈的念頭 他也坦言可能他不適合籃球圈吧 直到6月接到了新竹工程師隊高警錢的電話 才讓他在工程師找到了幸運的歸屬 來到了工程師後 球團對於球員的用心也讓李佳瑞深刻感受 讓球員能夠全心全力的投入在球場上 他認為來到工程師的唯一壓力 就是隊友給你很多力量 你要把自己盡力的往上推 在開季前的置半熱身賽中 李佳瑞的角突有雙十的成績來證明自己 現在賽季打完了一半 平均得分7.2分 5.1個籃板 上場時間27分鐘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場上的靈活度 一個200公分的長人 能切人頭 有外線有速度能灌籃 許多人都期待李佳瑞能夠成為下一個天壘 但我認為李佳瑞還是要持續加強他的對抗能力 身材太過於單薄成為他最大的弱點 如果能夠將對抗性加強 我認為與他的天賦 未來前景還是相當看好的 Plus League下半季即將火熱展開 緊張刺激的賽事衝刺階段 讓我們繼續期待這些球員 能夠各自帶領自己的球隊往前邁進 而第一年的Plus League 最終會是哪一隊能夠躲得第一年的冠軍 而在歷史上流民呢 讓我們繼續期待 以上就是這集的內容 那這一集我要問你的是 你覺得還有哪位球員讓你感到驚奇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我們頻道開啟小鈴鐺 並選擇接收全部的通知 按讚並分享給身邊所有關心體育的朋友 我是老王 我們下次見 按讚